Hello 大家好 今天上午帮社会家大女儿把护照去办了 不过有点小折腾 明天也去一下 但是他们这个拿护照 要接收信息 又说没手机 现在还早 本来我也就要去市里面一下 都去帮社会家女儿买个手机 这段时间也方便去跟国有的 应该说是老公了 方便联系一下 然后刚刚打电话 手机在家里面充电 人在外面跑摩的 我就去他家里面去找他一下 顺便带着MASA一起 先买个便宜点的 到时候去国内了应该可以买个好的 因为这边的话 毕竟选择比较少 能用着先啊 这个工业区你看 这个大道也修好了 好几个了啊 之前的在那里 粉丝们应该也知道啊 这里 上次给他拍了 这个铁路 铁轨拆除了 然后架售到新的 应该也在通火车了吧 所以他们的房子 不拆还好 如果说有人来干涉的话 可能随时行的也会拆 所以说他还要 准备租房的问题 所以在拆的嘛 是要电高了很多啊 他们当地这个铁路 这四个家的二女 三女儿 妈是是大女儿 这个是二女儿 好像也是前两天回来的 好久没见了 哈哈 这是他三女儿的小孩子 8 months 啊 那个四个家当外公 有两个外孙女了 我们等一下收拾一下 就去市里面买手机 8个月的 嘿嘿 Dance Pros 哈哈 我们 找不到人 去摩托车 水谷家的那个 站点嘛 相当于是那位置 去找到他吧 都卡吧 还记得这一片吗 摩托车司机这一块的 哪里我啊 在这里卖波罗蜜 你的老板 在我喜欢吃波罗蜜 我不是老板 我去 我去 水谷家 这里 金家路 跟他买一点点 我们去啊 嘿 How much 哈哈 当地摩托车 也就相当于自己那个 站点之类的吧 水谷家就在这个位置的啊 就刚好靠近主干道 金甲路 这是边上的相当于是小镇吧 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几个手机店 当然市里的手机店肯定要大一点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如果说合适的买一个 不合适的 去市里面的那个手机店看一下 像这种 不用说了啊 非洲卖的好的就是 太可乐这几个 600 800 1000 中低端的吧 看一下 这边的 牌子的手机 Infinix 是太可乐大家都知道 800 800 但是内存地方都是64G的啊 外观的话 看哪个好一点 Inbike 他们说在黑的好一点 其实也凑合着了 用过一两年应该没啥问题 他们用的APP比较少 不过去到中国就不一定了啊 看一下 这就是我最开始自己做二手手机 OPPO A57 国内价格估计200左右 在这边 叫价30万 600块钱接近 所以说你们也看得到二手手机的非洲市场吧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最开始就是拿的OPPO的 还有另外的几个几个款式的 这个店铺还是比较小的 如果说市里面那些手机店 就像国内那种手机店也挺一样的 还是选的这个 38万就相当于是 700 750的样子吧 反正差不多 能凑合着用一下 开发票收集 应该说也是 MASA第一个手机了 西国家就不用说了 西国家那个手机 I give you 3 3 phone Evertime broke Evertime broke 5 还给了两个功能机 之前我自己做的手机 好多它坏了或者怎样的 都是送给它的 现在那个还在用 不过有点问题了 要缴钱呢 38万 700多 还算是比较便宜的吧 拿过来秀一下啊 边上那个你看 也让你高兴一下 也算是第一次拿个智能机吧 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这里是当地办电话卡的 也要拿身份证才能办的 办一个卡 然后就可以正常的 帮他把微信搞好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啊 这里除了他第四个儿子 最大的那个儿子 相当于是个全家福了 多少个人 十一个 十二个人 如果说到齐了 就两间房 这里一间 背后一间 还是比较挤的啊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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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小家伙太发神了 还是不错 也算是比较整齐了 来一家人 两个女婿没有在这里 其实这一大家子人 很多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如果说真的嫁到中国去 也算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嘛 总比在这里好 手机的话 等他们先研究一下 然后我空了 帮他们把微信下好 也方便他们联系联系 或者是他们去视频看看 中国的那些一些场景的 今天反正也算是比较高兴 护照也办了 手机也买了 后面就看发展顺不顺利了啊 早日走到活里去啊 拜拜 拜拜 拜拜